其实我对高宏安在这件事情上面的回应跟表现非常非常的失望 为什么 那站在他旁边的柯文哲啊 台湾民众党的这个党主席啊 台北市长啊 他之所以觉得没什么是因为 他平常就胡说八道习惯啊 他讲的那句话 叫做明准是可以花钱收买的 讲啊 多少年了 叫你讲出来你一个半个你都讲不出来 他胡说八道习惯了 不是这个样子吗 他北农 他竟然把自己防疫打85分了 这了不起啊 你知道吗 那个脸皮之厚 厚到时代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啊 如果不是中央派王毕胜去协助 你的北农跟你的华南市长 不在拼到旁边怎么 对吧 后来把人家王毕胜臭骂一顿 所以他只是走走去看看 其他都是他发号势力 想这样的人 他胡说八道习惯了 所以他觉得没什么 而这种人呢 只能吵这个 吵相关的网络声量 他只要网络声量 以前有一个艺人说的嘛 good news bad news all news 我只要有news就好了 不要让人家遗忘我 那么只要在网络声量冲到这样就好 你要知道网络声量 是分好的声量跟坏的声量 你要知道高宏安的声量是坏的声量 不是好的声量 你柯文哲在这次四个月的疫情期间 一开始拔得头卓 拿到很多的声量 看你不要忘了 过了一个月以后 你得意忘形 胡说八道 又再次胡说八道 最后你负面声量是五倍于好的声量 你声量还是很高 有什么用 都是负面的 你看韩国瑜好了 韩国瑜选总统为什么是一塌糊涂 为什么是817的552 因为到后来他声量还是很高 但是他的负面声量远高过他的这个正面的声量嘛 所以我对高宏安这个觉得难过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你不是柯文哲 柯文哲在脸下回大概惯惜惯惜 这几年都都这个样子嘛 什么蔡英文旁边都贪污 难道蔡英文旁边每个人都贪污患吗 他胡说八道习惯了嘛 骂这个行政院长苏丹长不要脸 他也这样讲奇怪嘛 我就是柯文哲 不知道你怎么样 他就是这些人啊 我们认知里面 他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这个政治人物嘛 那高宏安不一样啊 为什么 虽然他挂民众党的相关的不分区那么立委 但他真正的身份是郭台铭的子弟兵嘛 而且在这一些台湾民众党的相关人士里面 他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理工女 比较清新 以前大数据 他以前我跟他上节目前 他都跟我聊天的时候 他每天在看大数据 分析这个分析那个 分析柯文哲 分析国民党 分析民进党 分析我们甚至于每个 这个等于说名准什么 他都在分析嘛 他是一个大数据的管理者嘛 人家给对你的期待 期待值跟你的品质是不一样 今天还有这个台湾民众党的落选 立法委员也在唱这首歌 那干脆把你台湾民众党的党歌 变这条歌好了嘛 你被骂出声你会开心吗 今天人家骂你白出你会开心吗 对不对 今天任何人那么出声都不对嘛 为什么 因为我们做人要有一个 做人的最基本的一个道义 一个道理嘛 连你都不知道 没在窃是他自己甩这拼去 我觉得最难过的地方是看到他 还在硬拗 还在硬拗说还要看看是 谁是对号入座 谁是塔利班 谁是什么胜章士 然后还说如果他这样 撕裂族群的话 国防部把他派到对岸去干什么 错就要错 不然是真的像柯文哲讲的 是一件小事 为什么 你去参加一个网路节目 网路的这个主持人 这个朱学恒 干嘛 朱学恒从2018年开始就挺韩国语挺韩本 这大家都知道啊 对不对 这不是今天才开始吗 他名嘴 他不是政治人物 所以他靠抖内 他靠干嘛 不管你说他是表演 不管啊 那是他自己个人的本事 他自己不管 不管他是真心 还是演戏 不管 那是他自己本身 因为他不是政治人物 但你不一样 你来参加那个节目 可能是 搞不好在没有准备之下 那么就绿油精的歌 叫你用这个套唱 你可以这样讲嘛 在那个氛围下 你只好唱 唱了以后 事后才发现 哎呦 绿处这两个字不好 为什么不好 跟各位解释一下 我控告的韩粉 是全台湾最多的 其中有十几名科粉跟韩粉 就是因为 骂我绿区跟绿处 所以被判刑 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要不然的话呢 就是在所谓的 那么相关的 和解金的部分呢 请他们捐和解金的以后 我再去捐给这个所谓的 包括一些儿童啊 单亲啊 这些人 这些协会就对了 你以为 骂人家立狱处 是没有法律责任的啊 骂人家畜身 是贬低人的人格 就是我们妨碍名誉里面的罪 我讲白了就是这样 行事民事都要化 重点在于 你是立委 你是高宏安 如果你要一鸣精人 如果你要觉得自己啊 要这个等于说 花重取宠 那你高宏安 在网路节目骂三字经就可以了 你马上就化重取宠了 为什么 我们网路也有人 因为靠骂三字经出名的啊 对不对 可问题是 你是高宏安啊 大家都知道 你的目标 是在什么地方 要代表台湾民众党 去选新竹市长嘛 我猛尼新竹市长 我这边 你之间可以选两届 那么年轻哦 从年轻的议员 变成市长 是因为 竹科在那个地方 很多竹科新贵 很多年轻人 很多知识分子中间选民 他在新竹市选择 比较不是蓝绿 他考虑不是蓝绿 你知道吗 那你高宏安 本来有一波的机会 虽然现在民调 还是第三名啦 还是等于说第三名啦 可问题是 如果你认真去那边经营 是有机会的嘛 你现在单单一个绿处 我问你 你单单一个绿处 宣企韩国瑜估的 票最贵 票最贵 很简单嘛 那你是不是应该 拿过更大的 这个更多的选票 那你现在 附和这个绿处 然后呢 附和这个塔绿班 盛章市 你这样去侮辱 绿色的这个选民啊 他们会把票投给你吗 很简单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你以为只靠你 这个中 所谓的年轻人啊 然后呢 再去挖一些 这个国民党支持者 来赢的票 你就可以当选新竹市长吗 你想太多了 你不要忘记 你是空降部队 是外来人口 虽然你现在 干的是新竹市党部主委 可问题是 你毕竟是外来的 人家在那边深耕多久了 你的对手 国民党和民进党 人家是深耕在这个地方多久了 说我干嘛难过的地方 在哪里 就是其实 就不小心唱出来了 对吧 吹一个这样就好了 本来吹一个这样就好了 不好意思 因为那时候在那个氛围下 没有弄清楚 那个氛围是怎么 后来发现这样不妥 在这里等于说 跟这个等于说 大家道个歉 不好意思 对不对 下次我会注意 这样就没事了 这样这场政治纷争 就马上就弄掉了 结果现在不是 现在在那个 喜欢胡说八道的 这个党主席的旁边 然后他还加码 党主席跟你说 哎呀现在这样子 大家都知道塔利班了 还意外拉高的高宏安的这个 等于说网络声量多棒啊 然后高宏安在旁边讲说 如果他这样的话 就会这个撕裂族群 现在跟 我跟你讲 跟什么撕裂族群 一点关系都没有 现在是是非对错 不对就不对 我问你 郭董 郭台铭 是这样教你做人的吗 郭台铭这么赏识你 听说本来还不愿意 让他去当立委 你知道吗 他的薪水在 在这个郭台铭那边的薪水 远过这个每个月 当立委的薪水嘛 所以很可惜啦 我觉得非常可惜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要硬要这样凹 然后你让自己的这个风格 越来越像这个所谓的 克文哲化 变女版的克文哲 那你就不是高宏安了 你就不是那个 本来打着郭台铭的子弟兵 然后清新的这个 等于说做代表的一个高宏安 那你这样 我讲真的 不要说新竹市场选不上 你几乎自己本身 那么很可惜的 在台湾的这个政治圈上 连立法委员最后 如果人家没有继续提名 你当不分区 可能高宏安就从此消失在 台湾的政治圈里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